一场地球上难度最大的耐力竞技运动 二曼铁三式竞赛 3.8公里的游泳 180公里的自行车 和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 艰难的挑战 无上的荣耀 两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 这是对体能和毅力的双重考验 更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有一种心被较量的感觉 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很想放弃的 他们将如何面就一身针针铁骨 又将如何完成这场极限挑战 这位正在烧香的年轻人叫李鹏城 网名巴斯 从小在川西大山里长大的他 有一个高大上的梦想 要远赴美国夏威夷靠呢 参加艾尔曼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 艾尔曼铁人三项赛 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夏威夷 其赛程包含3.8公里的游泳 180公里的自行车和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 长达226公里的比赛距离 炎热的气候 复杂的赛道 无不考验的选手们的体能与意志力 然而人们很难相信 这项世界上最疯狂的运动之一 竟起源于一场争执 在美国西海岸圣地亚国 连过古西的柯林斯夫妇 依然是一队运动剑将 三十多年前 他们亲历并推动了 艾尔曼铁人三项比赛的诞生 1978年2月 柯林斯夫妇来到了夏威夷瓦湖岛 聚会中一群游泳和跑步爱好者 对哪类运动项目更有挑战性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于是柯林斯别出心裁地宣布 将夏威夷已有的游泳和马拉松比赛 通过自行车骑行联系在一起 由此来决出胜负 但我们提供了一条文化 我们提供了一条文化 15个人参加了这次不可思议的极限挑战 12名选手完成了全程 并被授予了Airman 称号 他说 我说 who ever finishes first will call the Iron Man and we liked that because our goal was to have such a steady pace that we could run all day and all night one of the shipyard runners had the nickname Iron Man and he never seemed to get tired this is a t-shirt from 1978 and in 1978 you brought your own t-shirt to our house and we self-screened on this part Hawaiian Iron Man triathlon it's got too many holes in it this is the cartoon from the Honolulu person in the hospital bed the trophy that says triathlon and he's telling the nurse no I only came in second the winner died yeah 1982年品比赛遺失下为Econa比赛中领先的选手朱莉莫斯由于严重潑水不幸倒在终点线前 他拒绝了身边观众试图扶起他的帮助最终匍匐爬过终点以29秒的烈士屈居亚军 这个画面通过电视直播迅速传练全球 Aaron Man 疯狂 勇敢 英雄的景象深深地留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中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来参与的决心和信念 大概是在83年那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准备高校运动会然后运动员集训住在一起然后有一天晚上就看电视就看到 然后我对大卫斯科特和马克埃伦在那在比赛然后就觉得这是疯子式的运动在夏威夷那么热的天比这么长的距离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运动 遥远国度的这场交流在张帆心中激起了波澜 铁人三项突破自我挑战极限的精神也深深地鼓舞着他 张帆决定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去挑战这场疯狂的比赛 然而当时他身处80年代的中国大陆 这个梦想对他而言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张帆等了整整12年 十二年后 1995年在美国留学的张帆鼓足勇气给艾尔曼施锦赛 组委会写了一封申请信 希望能够代表中国参赛 这是第一次来自中国的艾尔曼申请 很快得到了组委会的同意 张帆经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正式训练 带着刘美华人的2000美元捐款 单枪匹马奔赴夏威夷 参加了当年的艾尔曼比赛 都是我的大铁和半铁的 还有马拉松的奖牌 这个是分量最重的 KONA的奖牌 然后后面还刻了名字和时间 比赛时间 12小时14分48秒 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 1995年10日 五星红旗第一次登上了铁人世界的最高舞台 张帆也成为了第一个参加并完成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的中国人 然而在那个消息闭塞的年代 这一历史性事件却并没有在国内引起太大反响 赛场上的张帆显得形单隐之 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迈出这第一步 未来五星红旗下的身影就不会再孤单 相隔15年后 另一个年轻人却成为中国铁人三项的领军人物 2008年4月份是在朋友家看过一个Airman的DVD 我们这几个人看的当时是热血沸腾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训练重心就放在Airman这个比赛上面了 2010年的Airman China在海口获得了年龄组的第八名 按理说是没有资格去参加Kona的 但是那会儿是为了在中国做推广吧 他们是给了中国一个外卡 那么呢我是作为这个中国里边的当时是最快的选手 把这个外卡当时就是给了我 我也就是在10年的10月份去了Kona 参加Airman Kona这个比赛 党旗成为季章凡之后 第二个完成Airman铁三试锦赛的中国人 最主要的目标呢还是安全完赛 是要把整个赛事的一些经过啊 各方面的东西啊 能够尽量多的收集回来 跟国内的铁三爱好者们做分享 巴斯正追着前辈的脚步 向着铁人三项的最高殿堂奋进 在铁三人心目中 能够亲身参战Kona Airman 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无数中国铁三爱好者 为此孙孙不倦地奋斗着 然而不到1%的入选比例 让他们在梦想之路上 走得无比漫长而艰辛 Airman的距离 3.8公里的游泳 180公里的自行车 和42公里的跑步 因为我知道自己 完全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比赛 也根本无法去完成 这么高强度的长距离 然后又是在这么炎热的情况下 去完成这样一个比赛 我也开始给自己做了一个 长达8个月的训练计划 然后每天就严格地要求自己 怎么样去训练 怎么样去生活 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业余的时间 巴斯家住川西大梁山 每到周末 常常有成都的铁赛爱好者过来 和巴斯一起训练 胡春旭就是其中一位 他们一起交流经验 互相鼓励 这是巴斯最开心的时候 和巴斯一样 胡春旭也渴望登上铁人三项的最高殿堂 但通往考纳铁人三项试锦赛的门槛 非常严苛 每年只开放给全球2000个参赛名额 而竞争者超过20万人 对巴斯和胡春旭来说 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拿到 这百里挑一的入场权 为了更系统 更自由地进行训练 巴斯放弃了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 我和我媳妇 还有我好朋友 我们一起 微信上面开了一个水果店 比较随机 做一些微店的话会比较的 时间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因为体能三项 也是一个开销比较高的运动 所以说还是得挣点钱 然后来 可以加油一起去 可以加油玩这个运动 对巴斯而言 只要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艾尔满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铁三训练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这对有固定工作的胡春旭来说 却连最基本的训练量 都难以保证 早上本来六点过起床 是准备跑一下铺的 结果一打开手机 一看 PM2.5又是300多红色包表 我还是到俱乐部 进行室内骑行 然后还有一些的力量训练 昨天晚上不是我们一个日本的队友吗 游波叫游波 叫做日本回来 他那个训练量直接把我给吓哭了 感觉我之前都白练了 他星期六上午 六千米的游泳 然后下午是150公里的自行车 然后晚上是15公里的跑步 有一个他们队友已经连续12年就进军 下午也困难 困难 为了弥补训练的部族 胡春旭选择以赛带练 来提升实战水平 这次比赛又有巴士啊 什么国内好手都过来嘛 看上土豪竟要在主场耀武扬威的一个比赛 要好好跟他打一场干一场 就运动员入场 就他就喜欢平时就和我死磕 人进了出发以后 选好位置原地坐下 好的 好的 随着我们的气敌的一声名响 我们今天的男子全程奔赛的比赛 正式拉开了帷幕 51.5公里的比赛 巴斯和胡春旭在赛场上不期而遇 他们不仅是互相支持的好影 更是互不相让的竞争对手 玩这样运动 你需要家庭的支持 需要工作的支持 或者需要生活的支持 他们就很多心里面的一些苦劳 他有些时候会受伤 或者我会受伤 或者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会相互的去倾诉 去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伴 相互主力这样 但在比赛场上 我们俩又是比较强的那种竞争对手 因为他的成绩 也在逐渐的在往前凸显 这赛场比赛场比赛一个人的巴斯 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和巴斯的竞争 一直是我们这个内军组的看点 那他游泳比我先汽水 然后旁边有人海 巴斯在我前面 我自行车我一直都要比他快一点 我就自行车追他 第三圈追上他的时候 巴斯他没有选择跟在我的后面 如果他跟在我的后面 他可以节省很多体能 以他的实力 他也跟得住我 但他没有 他选择了一个人骑 体能上就是一个自我挑战 以自己的实力完成比赛 比赛结束了 巴斯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 他开始寻求更加科学的训练方式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正好就遇见暑假 然后我就抱了一个游泳的提高班 然后去参加自由泳的训练 然后把自由泳稍微地做了一些提高 铁人三项运动 是高强度的耐力性竞赛项目 要想获得铁三试锦赛的名额 他们只能不断训练 突破自己 超越别人 成为童年龄组中的颖先者 除此之外 别无洁净 巴斯即将奔赴赛场 家人团圆为巴斯加油 为了积身高弹的舞台 铁三爱好者们不得不奔赴全球各地 参加铁三资格赛 而每场资格赛也只有少量的晋级名额 早上出去骑车的时候遇到一个车掉头 Malaysian 然后撞上了 巴斯的训练状态应该是最好的 他今年没有参加很多比赛 他一直在训练 积累了很好的储备 我们其实是属于表皮了 我一直从四月份比到现在嘛 加上上学要工作 也很少能按计划来训练 哎呀 要临近比赛出招手 2014年9月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训练 巴斯和胡春旭终于等来了 马来西亚兰卡威尔曼分战赛 夺得年运组冠军 拿到Kona Airman的参赛资格 是巴斯和胡春旭共同的目标 也是所有参赛者的目标 他们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通线的时候 主持人念李鹏成 Wang China You Are Iron Man 当时整个广场都在欢呼 然后都在为我加油 感觉那一刻 不论成绩 只是过终点那一刻 我觉得很多 就只是这一年来吃的苦 这两三年 所追求的东西 所放弃的东西 所隐忍的东西 都是值得的 所以终于有一天 我能在艾尔曼的比赛中 我能去实现这样一个梦想 对于我来说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最终巴斯以10小时51分33秒的成绩 拿到了19至24岁年龄组的第一名 成为又一位 获得夏威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 参赛资格的中国人 而胡春旭则不幸落选 兰卡威资格赛失利后 胡春旭决定破釜沉舟 他辞取工作 前往北京 进行更加系统专业的训练 为了去Kona 每天都会起很早 然后去跑跑步 然后下午的时候 就是一些恢复的训练 每天都这样 距离夏威夷铁三试锦赛 仅剩几个月的时间 能否顺利完赛 能否成为真正的铁人 巴斯还没有答案 他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2015年8月 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与准备 胡春旭决定再次出发 进车 待会儿走大见吧 这一次 他瞄准了日本北海道 艾尔曼的分战赛 对胡春旭来说 要想和巴斯一起登上 2015年的铁三最高殿堂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胡春旭能否永远以偿 获得二满铁人三项试锦赛的 参赛资格 与昔日好友巴斯 在夏威夷二满的赛场上 同台竞技 敬请收看下集 无谓的脚步